民众高喊加油,为市长谢国良打气,场面相当热烈 这场守护基隆,守护国会,反恶霸,挺善良宣讲活动 许多支持民众到场力挺 还有国民党市议会党团,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立委叶元芝,立委林佩祥等贵宾都到场 向现场的民众进行宣讲 国良不让市产沦为私产 这样有错吗 没有 当然没有 而且这件事情法院已经还给国良 跟市府团队一个公道了 所以守护基隆的市场是法院认证的,对不对啊 对 他用造谣的方式 所以从这个角度大家可以知道 罢免的背后不是说你到底做得好,做得不好 而是说他们想要把这个,把你从这个位置拉下来 先射箭再画靶 先说要罢免你 然后把你做的所有事情扭曲抹黑 把你讲的很差 目的是要把你从位置拉下来 让他们这几人来做 是这样子努力,勤走,一步一脚印 才选上市长的 而且凭借了他多年的努力 那你民进党选输了 选输了四年后再来嘛 大家知道对不对 喜欢这样的社会吗 我们喜欢这样的社会吗 不喜欢 我们喜欢看到这样的社会乱象 因为执政党认为 我们选不赢 我们要翻盘 我们要全面执政 但是我们不想透过政党的选举 我们要来作弊 来重新获得政权 获得国会多席次 把基隆市拿回来 我们认同吗 不认同 我们同意吗 不认同意 各位啊 如果你要让一个人好好做事 要让基隆市的市政 恢复正常 请不同意罢免 现场民众不断高喊谢国良加油 从现场的气氛可以看到 充分凝聚了蓝营的团结士气 从中央到地方 都来支持力挺谢国良 大力呼吁支持民众 一定要出来投票 而且是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每个人都说 因为我不支持这一场罢免 所以我不会去投票 他们以为不出来投票 就是表现支持的方式 甚至以为说这一张选票 只有一个选项就是罢免 所以不出来投票就是不支持罢免 我想这个都是大家 因为没有见过这一张选票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期间 会好好宣导 鼓励支持我们的民众 鼓励支持中华民国 以及基隆的民众 一定要出来投票 投不同意票 加油 从现场民众与市长谢国良 热烈互动加油的状况来看 蓝营的支持民众逐渐归队 踊跃出面 来力挺谢国良 从中央到地方都展现了战斗力 同心为这场第一次的 基隆市长罢免案来进行反制 这场市长罢免选举 也等于是谢国良市长的市政其中考 未来的重点是如何展现市长这一年多的政绩 争取选民的认同 过去在我上任的时候 就有非常多老旧的公车 所以我们一上任后都努力在态换 我们目前已经有了两年 114年跟115年的两年的计划 要将所有的现在的大型公车 泰换成电动低底盘的一个公车 最近我们正在弥定这样子的计划 会把相关的预算送到议会来 那基隆市未来即将在两年内 也就是114年跟115年的预算年度 就可以把电动的大型的公车 就可以把大型的公车 来全部泰换成电动低底盘的大型公车 记者 黄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